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聊一下国庆的退休仪式 这场人数进场是9668 也就是谐音 走了 68号 9668 也算是一个蛮吉利的数字 9668也距离我们台南球场主场 满场1万人 也差一点点 所以当天也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 非常热闹 非常受大家瞩目 当天因为5点钟的时候 那时候台南下大雨 所以经过场地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 也让所有的 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 让这场比赛能够顺利开打 那也在晚上接近快7点的时候 7点左右的时候正式开打 打完了之后 再加上高国庆的一些退休仪式跟演说 也就是说 这一个 也成就了首场的跨日的退休仪式 也是算是破了记录 那这场比赛 这场的这个退休仪式算是惊喜不断 也包括了 我们看到祝总 那也有看到许多他的好朋友们 那家人们的一些留言 也相当让人家感动 坦白说 那另外的话也是惊喜不断 最后 还有还有最压轴的就是我们的旅总 我们的飞总 也有拍影片祝福我们的国庆爷 那也真的是 非常感谢国庆爷在这20年间的一个努力 那整场比赛我觉得 还有一个焦点 就是我们的兵总 也是真的是 真导演 真编剧 我觉得所有的剧本 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中 包括先发的 排的打序 第一棒指定打击 那高国庆也相当争气的 在二局的时候有一个高飞行政打 也拿下来打点 那八局也是靠着全队 全队上下 原本想说应该会轮不到 因为至少要有三个人上雷 那硬是打了五个人次之后 硬是打给高国庆 可以再上场去打那么一次 只可惜 最后被三阵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形成了安打 可以 就只差一只安打 我觉得真场比赛 那另外的话 在九局下两层局之后 也换上来守一垒 这个也是非常精心安排 那在第一个人次 陈云文上来之后又保送 所以也造就陈云文 可以牵制一垒这个动作 我觉得整个好像就是在 丙总的掌握之中 那当然了 整场比赛 我觉得整个球队也是 想要在这场比赛拿下胜利 包括古林 也是抱着感冒的身体 那也是投出一场好投 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也正式结束了高国庆 21年的球员生涯 那最后最后 丙总还大家集合完了之后 由这个国庆也带着大家跳 当年我们拿下冠军 这个非常激励人性的战舞 那也感谢国庆在 统一的20年间 帮统一拿下6座总冠军 那回顾一下整个国庆 总共出赛了1785场 6776个打席 6144个打数 总共打出了1844支安打 那总共有1376支安打 的1人打 跟313支2人打 跟21支3人打 还有134轰 另外有903个打点 只可惜啦 我只是觉得 稍微美正步就是 如果 求职季毕业季 如火如荼展开中 每种专长 在这里都能发挥所长 每种爱好 在这里都能找到同好 深怀绝技的数字控 科技宅 义文咖们 快来燃烧热情 一起打造绝佳的保险产品 健康服务 和活动体验吧 立刻上网搜寻 南山人寿招募讯息 103个打点 只可惜啦 我只是觉得 稍微美正步就是 如果打点能够再多个100分 我觉得能够破千打点 应该会更完美啦 那我只能说 国庆刚开始在 进入职棒的时候 有一点点被拒炮了 就是直到了布雷来之后 再把他的整个火力展现 不然我觉得 以国庆的身材 海国庆的训练量 包括他整个对球队 整个对棒球的执着训练度 我觉得甚至150轰1000打点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机会 然后只是可惜这个 我觉得那个是当时的 整个打击的氛围啦 那最后的话 他也很完美的收官 收官在三层的打击率 0.355的上流率 跟0.423的长达率 整体的攻击指数 也最后的完美收官在 0.778 那也是相当不错了 好 那有一些 其实我有做一些功课 就是一些他的记录的部分 我觉得 这个礼拜的主节目 我们一定会大聊特聊 所以我们就把 这整个一些记录的成分 我们就留在主节目来聊 另外的话 包括得过的奖 包括一些 他的史上的第一次 一些相关数据 那我们都留在主节目再讲好了 这里头头是道 其实虽然当然啦 高国卿也是我们相当瞩目的 嗯 很多人是把他当作我们的 Mr.Eunice Lyons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就把这个荣耀 我们就放在主节目来 一同讨论啦 那来到了猛诗战报 上周的话 总共打了一个三胜两败 那对卫权之战 第一战 先发的圣骑士表现依然出色 7局没有10分 之后 吴安打完全的封锁 未权的打线 打线方面 陈杰线更是 搅出了猛打赏的表现 那头打发挥 就拿下胜利啦 那二战林绍恩 虽然第一局被吉利吉 要打出权力打 失了1分 但是之后就开始回稳 打线也在第二局跟第四局 分别攻下了分数 那再加上邱志诚 补上了本季的首发权力打 的两分炮 也增添保险分 拿下了二连胜 那对上了中兴兄弟的三连战 丙总的目标是胜利在三战 能够至少拿一胜 也就可以造成 这一周至少能够胜利过半 那第一战 想要派出嘟嘟来先发 那期待可以挑战150胜 这也是他 今年能够调到先发的 首次先发 不过 整个比赛关键在第四局 先被张智豪打拳一打之后 那包括一类手失误 接连的失分 那接替的刘轩打又一个 很不稳的控球 也就一局失掉了8分 那接替之后的投手也都仍然有失分 中场我们就以大比分惨败了 但是这一场有一个亮点 就是看到了 林家伟在大比分的情况下 上场上投手球去投球 投了一个人次 顺利解决打者 没有失分 那让林吴敬伟 擠出那野滚地球出局了 那0.1起用了三球 有两球是好球 最快球数有达到了142 那也是哦 整场比赛唯一没有失分的投手 那第二场比赛 就受到这个品克先生 蒙登的投球压制 所以攻势有限 最终就以4比1 三分之差落败 不过这场也不是没有收获 本场比赛 四野打下了生涯的 第1000支安打 那也是中指史上第28人 也是史上第3块 达到千安的里程碑 那也是统一最快达到千安的 那四野真的算是安打制造机 整个生涯到目前为止 单场三安蒙打赏 总共就有101场 那单场四支以上的铁支四安 也有21支 21场的比赛 好了 那到第三场比赛 也就是我们刚才有讲的 高国庆大学长的 隐退赛 虽然天气的 因素的干扰 不过在工作人员努力之下也顺利开打 那比赛的部分 很明显全队目标非常明显 非常的明确 就像是前几周我记得要给都都拿下第149胜的那一场比赛 所以无论投打手 我觉得都是本周打的最好 发挥最好 那最稳定的一场 先发投手古林 六局无私分加上7K的成绩 那打击的话也有率先攻下分数 而且刚才有讲了 高国庆也有贡献一支高飞牺牲打 那后面再靠着腰艳许泽燕的生涯手轰 也顺利在系列赛扳回一层 也让高国庆在隐退赛有一个完美的ending 那我说一下我对高国庆的想法 我觉得高国庆完全可以展现出什么叫做职业选手 因为他或许我觉得不是最有天分的那一位 也不是最有能力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刚被选进来的时候 算是一只体格壮硕之后 又是所谓的一壘 所以当下都会觉得说 他是一个可能是要靠常打的 那我刚才有讲 在一开始又被要求是要比较有高的打击率 所以变成又被拒炮了 每年的拳雷打都不符合他的身材 那不过经过他的努力 最后还是有打出一个MVP的成绩 那我相信他必定是最认真的那一位 那能够打21个球技打到45岁 也是史上最老的球员 我想这个不是光靠想不想 能不能就能达到的 还要是要靠一点一滴的努力累积出来的 那国庆的自律 我想大家是球界中公认的 所以也是要跟所有的球员讲 所有的选手讲 想要在球场上打的长久 自律就是对自我负责的第一件事情 反观上周我们有聊到的黄永川的事件 我们还是要再重复拿出来编一次 就是你看看高国庆 能够靠他的自律 靠他的努力 能够打下了21年 达到了45岁 那黄永川 只因为自己一个不够自律 不会想 不到20岁 就20岁的年纪 达不到两年 就在职棒球界算是流星般消失了 这个我是觉得相当可惜 那国庆的话是在2003年代姓选秀 同意第四指名的身份被选到 虽然我觉得坦白说真的不是很前面 当年第一轮就是现在的总教练丙总 那但是当年这个选秀淡讯 目前也只剩下两个人 高国庆退休之后 也只剩下两个在球场 一个就是周思琪 一个就是那一年的状元 林志胜 那接下来国庆就是要继续在统二 能够担任首席的教练 那也期望 他未来能够培养出更多 更认真的选手们 那回到了整个上周的回顾 我们先来看打者部分 上周我觉得打击是稍微有点 有点回温 但是比较集中在几个人身上 包括四爷包括小黑 潘杰凯 许哲燕 大概就这几个表现比较突出 那也还好是说 潘杰凯 许哲燕算是后段棒次 那接上了刚好四爷小黑这个前段棒次 所以这个有连贯的情况下来 也让分数适时的进来 那反观我们中心打者表现就不是太好 尤其是安可 这个月就很明显的不是很好 上周头头四道我就提到了 安可如果滚地球的比例没有再往下降 整体的能力就算是被封印了 那再加上上周的整个挥空率也明显的上升 所以整体的OPS只有点456 不过我觉得有个好消息 就在周日的比赛 有打出两支安打 虽然有一支好像是有点点切到的安打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个手感来了 就期待说安可可以回到四月的手感 好那投手部分 先发方面 圣骑士林昭恩 都有表现出优质先发 也是上周夺胜的两大功成 那再加上古林六局无师分加上7K 而且重点是他的用球数只有用掉75球 非常棒 不过应该是整个感冒还没有好 所以也让他只投六局 不然的话我觉得很有机会挑战今年最高的七局甚至八局 不过在这三个人的好投 也让我们上周顺利拿下三胜 胜率能够超过五成 那嘟嘟的部分在面对第二轮的时候就很明显 对手就可以掌握嘟嘟的头球 所以说如果接下来 嘟嘟人想要用先发的角色拿下第150胜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克服的点 所以要就是要好好的去调整 不然的话我觉得 像之前还不错的一个长中继能够吃个两局三局 甚至被人家批评减胜头又如何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要去思考的一个点 那牛棚部分 因为上周有一场被开乳格 所以成绩并不好 尤其是刘轩打状况不是非常好 那所以也因为控球问题 再次被下放到二军 那裴瑞芝的话算是表现出比较好的 上周虽然有失分 主要是一开始有一些饱受嘛 不过后来他有两场比赛 都搅出没有失分的成绩 所以他目前仍是我们牛棚中 算是最被信赖的投手了 好来红烧四十投 上周投打VP投手就给圣骑士了 七局被打四战打8K没有失分 这个圣骑士算是近年来 算是这两年的胜头的保证 尤其就在每一周能够投开路先锋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 能够在第一场比赛 单周第一场比赛就拿下一个好的气势 对于整个整周的胜率来讲 我觉得非常重要 好那打者 虽然他的OPS不是全队最高 但是我给许哲燕 他上周的OPS是1.100 而且生涯的手轰到手 那妖艳有说 这是他在生涯上场守备的第一次 的守备就是传给高国庆 所以能够在大学长退休的这场比赛 达出生涯守红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来到失列战场 本周的话 礼拜二礼拜三 会在台南对上热天桃源 那五六日则会到新庄的富邦 北方组场进行三连战 那失情非和之后 潘卫伦剩下一场比赛就达150胜 不过目前下了二军 所以这周应该是没有机会上场 那古龄的话 目前投的297又三分之一局 也就差了2.2局 就可以达到生涯的第三百局的投球局数 另外他还差了1K 就可以夺到生涯的第三百K 那秋花军也差2K 就是生涯300K 那陈韵文的话是差 两个救援成功 可以达达150次救援成功 好那目前的话是 26胜13败 6乘67的胜率 距离中心兄弟有5.5场的胜差 那234名其实跟我们胜差 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都还是有机会 234中信乐天跟富邦 他们淘汰指数都有17 那本周的话对上桃园 跟富邦分别我们目前的对战 是五胜三败跟五胜两败 所以看起来打起来是比较顺手的 尤其是前两场比赛 是对桃园又刚好可以避开 威能帝亚魔神乐 所以我觉得这周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那我们本周 有机会点灯 目前的话 先是如果队员二连战 取得二连胜 那再加上29号 富邦如果输给兄弟 如果按照这种剧本发展 我们在29号就可以点亮 上半球季的风王魔术 就是M15 那现在就是剩下大概还有20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就先稳定的 以每周至少三胜为目标 我相信我们的三半球季的机关军 就很快就会到手了 好了 那最后还是要感谢国庆爷 这21年来的付出 也带给我们市民非常多的回忆 那更多国庆的消息 我们在本周的主节目 也会好好的聊一下 那也请大家 一定要一起收听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All stand See you next time 好 再见 有声这种好所在 风雕有孙人人爱 台湾最中童一切 世界出名人人在 西方政信 我們團身軍路台 L-I-O-N Always Lions L-I-O-N Always Lions 去世共拼散 讓意志上極競 贏前對手斷心理 為鐵冠軍 心電心 從著同意團旗 堅持咱的理想 共夢唱太陽 腳步運 堅驚鋼 barely爬墊 讓人感动 幸久無故無奈 無奈にいて På山�迅 住ど最佳拥 瘋瘋瘋瘋瘋 我姍 Bringingwait 14ma 哭鱼头相伽佣啊 哼哼哼 哼哼哼 有声声江河所在 红条无寻人人爱 台湾向总统一切 世界出名人都知 西洋精神 團聖軍落台 L I O N Always Lions L I O N Always Lions 去世共拼三合意志上極限 贏人類笑斷心理 為鐵冠軍 心電心 創作同意團旗 堅持咱的理想 共夢穿太陽 腳無雲堅驚鋼 勃來拍拼 讓人感動 讓對著咱的歌山唱出動 最佳勇